這條題目就講到有A B兩個車站 它在相隔相同的時間就會向雙向各自發出一輛車 那是什麼意思呢? 原本一開始我當A向B開出一輛車 然後隔了X分鐘之後 B就會向A開一輛車 再隔了X分鐘之後 A向B又繼續發車 如此類推大家互相開來開去 然後怎樣呢? 我們作為一個路人 在A B這兩個車站中間 均速向其中一個方向走 均速步行者就是我們 作為一個路人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每隔12分鐘就會有駕車 在我們背部的方向追上來 人當然沒有車走得那麼快 所以被他追上是正常的 然後呢? 在每隔四分鐘之後 就會有駕車迎面走過來 那麼 如是者呢? 這條題目就問 究竟A B這兩個車 就每隔多久 那麼出車一次啊 那麼解決這條問題的方法 當然就用回我們最正常 用得最多的一條公式 當然就是速度 然後呢? 乘以時間 就等於距離了 那麼一般來說都沒有問題的 這條色 我想大家應該在小學裡面都學過了 那而問題再來 我們這次呢 其實都是要差不多公式 但有少少改變 就是要把它相對化了 那麼大家在之前的影片裡 我也有介紹過 究竟相對速度是甚麼回事 那麼如果整條色相對化的話呢? 那麼也就是我們有 相對速度這個東西 乘以時間 就會等於相對的距離了 嗯 那非常好啦 那麼可能有些疑心的朋友呢 就會問到 咦? 那麼相對化不是整條色 每一個component 就是每一個元素 這個速度我們有的相對化 那時間我們有沒有相對化呢? 那麼這裡三個東西 速度時間距離 那麼你看到我現在寫的呢? 我們有相對速度 我們有相對的距離 那麼究竟 我們有沒有相對的時間呢? 那麼答案呢? 是有的 但是這個是大大超出了我們 在牛頓力學 即是在普通物理裡面呢 所解決的問題 那麼這個貢獻呢? 我們就要問一問 愛因斯坦了 沒錯 就是我們相對論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討論的一個 topic 那麼究竟時間 我們可以怎樣相對化呢? 但是這次我們暫時回到 牛頓所教過我們的物理先 在普通力學裡面呢 時間呢 暫時這個framework是絕對的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暫時可以不需要討論 相對時間是一個什麼的概念 那麼這個留番 等到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討論 那麼我們 這次呢 就用相對速度乘以時間 就會等於相對距離的這個概念呢 從而解決這條問題的 那麼很簡單 你看到我都已經寫了 那麼都不需要怎樣賣關子 那麼既然有 車和人的速度 那麼當然我們就 這次的未知數 就切車和人的速度 然後就可以著手 開始計這條問題了 但是 那麼我們要怎樣列式呢? 那麼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用這個相對速度 乘以時間 等於相對的距離 對不對? 那麼相對的距離 究竟是什麼呢? 譬如 如果我抓住 由後面 由後面追上來的那輛車呢 那麼相對速度是什麼呢? 也就是 我和過一輛 在後面追上來的那輛車的距離 對不對? 那麼它用了多久時間追到呢? 那麼當然 這裡就已經說了是12分鐘了 那麼所以 也就是說 這一輛 從後面追上來的車呢 它用了 12分鐘 作為時間 那麼它的速度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 它那輛車走過來 由於它要追上我 是不是? 那麼所以 它就間接用了 它那輛車的速度 對於我的速度 那麼 所以呢 就是 U-V 那麼 它就用了這個速度呢 去追上我的 那麼 相隔了12分鐘 那麼 追完之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追完之後的結果呢? 就是 它那輛車追到我的那一刻 那麼 那輛車跟我的距離 就是0 那麼它追到了我 那麼 所以相對速 sorry 是相對距離 這個概念呢 就是 隔車跟我的距離 就是0了 那麼這個 如果我們 提供了這條式 在 後面追上來的那輛車 那麼 同樣地 如果在前面 迎面而來的那輛車呢 都可以 提供這個概念的喔 那麼 那如是者呢 我們就可以裂式了 我們 這輛車用了4分鐘 4分鐘 那麼 那麼 它的相對速度是什麼呢? 當然 就是這輛車 加上我的人的速度 由於 我們是 迎面而來的嘛 那麼 所以如果 完成我跟它 中間的距離 的話 就是我的速度 加上它的速度 那麼大家都有貢獻的 那麼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會有第一條式的喔 那麼 所以說 在這一刻呢 大家可以不需要理中間這個0了 那只不過 告訴大家 隔車追到我的那一刻 這個 我跟隔車的距離呢 就是0 那麼 好了 那麼現在我們有這條式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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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乘以 U-V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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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者呢 我們就可以 找出 U 和 V 的 關係了 那麼 我們會看到呢 這架 車的速度呢 就是 人 的兩倍的 那麼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計了 那麼 由於我們第一條式呢 就只是告訴我們 究竟 車和人的速度 有什麼關係呢 那麼 實質上呢 就沒有說到 因為我們最終的目的呢 就是要計算出 究竟會隔多久 是的 會隔多久出車一次的 那麼 那麼 當然啦 如果我們要計會隔多久出車一次的話 那麼 自然要找一輛車 要走得完的路程 那麼 當然就是這個 那麼 那麼 然後再乘回每輛隔多久出車一次 那麼 那麼 用這個來做時間的單位 那麼 那麼 我叫這個叫T啦 那麼 乘回這輛車的速度 又是時間乘以速度呢 那麼 那麼這塊東西呢 就當然等於距離啦 也就是我們 接著下來要抄的這塊東西啦 12乘以U-V的 那麼 然後我們由於有第一條式 那麼我們就會找到 這個V呢 究竟 和U有什麼關係 我們直接代入去呢 那麼 然後我們就會計出 剩下下來的答案 那麼 所以計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計到 由於我們要找這個 每輛技術車一次啦 那麼 所以我們這次的主角呢 就是這個T的 那麼 那麼 計完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計到T 就等於 6的 那麼 所以發覺呢 原來 每個6分鐘呢 我寫完單位給大家 那麼 每個6分鐘呢 那麼 就會大家 雙向 開一輛車出來的 那麼 解答當然就是6分鐘啦 2 4 5 5 5 6 6 6